想要佛家草爆盆需要寄予其充值光照 生长旺生期的时候最好每天照射到8个小时以上光照 养殖佛家草还需要定期换盆 这样能够让佛家草爆盆 佛家草生长旺生期的时候需要每隔一个月施加一次肥料 这样也能够爆盆不断 想要佛家草爆盆需要寄予其充足的光照 佛家草是一种非常喜欢阳光的植物 光照不够的话会让叶片土长 春秋了即佛家草处于生长旺生期 这个时候最好每天让它照射到8个小时以上光照 这样有利于佛家草爆盆 养殖佛家草还需要定期换盆 这样能够让佛家草爆盆 长期不更换新的土盆的话 土壤会变得板结 不利于佛家草生长 换盆时选择疏松肥沃和排水性量好土壤 新的花盆要留有一定的空间来让佛家草生长 充足的养分也能够让佛家草爆盆 在佛家草生长旺生期的时候 可以每隔一个月施加一次服输肥水 不能够使用生肥这样可以为植树增强营养 使其爆盆不断 施肥的时候要稀释过后才能使用 不然很容易造成肥害 好 奖盖 Let's take bac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